从印度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东北部有一处狭长地带,如果该区域被截断,那么印度东北七邦就将会成为非地。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非地其实也没什么,有不少国家都有,典型的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 然而对于印度来说,其东北七邦却是叛乱频发的地带,如果成为非地,说不定哪天就要脱离控制。 因此,有人将连接两地的狭长地带西里古里走廊比喻为蛇的七寸,认为如果掐住了这里,就能将印度拦腰斩断。 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从行政地图上看,西里古里走廊无疑是印度的弱点。 如果,紧结合印度西北各邦归属印度的时间较晚,对于印度认同度未免有限。 不过,从当地还频频发生叛乱的情况来看,这个弱点被人称为七寸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然而,如果从地形图上看,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我们似乎找不到这条被称为印度的软肋的走廊。 既然不是地形因素限制,那么印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狭长地带呢? 这都是英国殖民者曾经给印度埋下的雷。 印度原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地区的统称。 后来,英国殖民者一步步完全占领了这片地区。 然而,由于印度地区的土著却不会甘心被殖民者统治, 这片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英国可以不把这些小插曲放在心上, 然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英国国力衰弱了。 衰弱的英国无力继续维持对于印度地区的统治, 为了维持体面,索性表示愿意支持印度独立。 英国其实并不想放弃自己在印度地区的利益, 即使迫不得已支持了印度的独立诉求, 他们还是想要在具体的方案上买点雷,以方便自己在这里施加影响。 于是,他们起初给出了这样一个方案, 他们希望由印度教徒多的地方组成印度, 伊斯兰教徒多的地方组成巴基斯坦, 然后这两个地区和原本受英国控制较弱的土邦国一起组成一个印度联邦。 这里要解释一下,土邦的存在是怎么回事。 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和市场, 如果能够不死人就得到这些东西, 他们当然是最乐意不过的。 因此,对于那些原本在印度的王国、部落的首领, 他们也会试着去协商一下, 如果他们能够主动把这些东西给出来, 英国也愿意支持这些人的统治权。 因此,有一批土邦就得以保留了下来。 在英国殖民期间, 这些土邦首领过得是相当滋润的, 其中海德拉巴帮的国王还一度成为了世界首富。 这样一来, 由于英国和土邦帮主之间普遍有比较良好的关系, 同时印巴之间又有矛盾, 英国就仍然可以在此施加影响力了。 然而, 这个方案却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认可, 最后英国只能再退一步给出了最终的蒙巴顿方案。 与之前的方案相比, 蒙巴顿方案不再强行把印度地区捏成一个国家, 却依然保留了印度教徒多的地方组成印度, 伊斯兰教徒多的地方组成巴基斯坦的内容。 同时, 根据蒙巴顿方案, 印度的各大土邦将被允许自行选择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 亦或者是保持独立。 这一方案勉强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根据这一方案, 1947年8月14日, 巴基斯坦宣布独立, 次日印度也宣布独立, 不过, 英国方面依然在方案里埋下了雷。 根据这一方案, 巴基斯坦直接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而印度也只能凭借一条狭长的走廊连接东北部地区。 印度自己也能够看出, 只留这样一条狭长的走廊来维持自己对于东北部的控制, 实在是太脆弱了。 因此, 他们为了扩展在当地的战略纵深, 也是做出了诸多努力。 首先, 凭借地理上对于尼泊尔、 不单, 西金三个国家的包围, 印度从经济上控制、 军事上施压, 令三国很快处于自身的控制之下, 尽量扩展在当地的空间。 紧接着, 印度又将目光投向了东巴基斯坦。 虽然东巴基斯坦地区从信仰上看, 确实是穆斯林居多, 因此在印巴分治方案制定的时候, 被并入了巴基斯坦。 但是, 该地区与西巴基斯坦地区同样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矛盾。 孟加拉地区曾经多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 在16世纪, 这里是南亚地区人口最稠密、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但是, 在殖民者的统治之下, 这里的资源和财富都被大量转移。 因此, 孟加拉地区颇有一些民族主义者, 对于孟加拉以外的地区都十分不认同。 尤其是印巴分治方案确定之后, 巴基斯坦的核心地区被定为西巴基斯坦。 来自西巴基斯坦的领导者们, 没有重视孟加拉地区人民的诉求, 推行的一系列措施, 在孟加拉民族看来, 与英国殖民者并未分别。 孟加拉的财富一样被转移走, 国家的官方语言也没有照顾孟加拉地区 与西巴基斯坦的不同, 强制孟加拉使用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 导致本地的文化受到打压。 而且, 在面对孟加拉方面提出自己的诉求的时候, 巴基斯坦从来都不会予以重视, 甚至以十分蛮横的方式横加阻拦。 在1970年12月7日举行的巴基斯坦全国大选中, 东巴基斯坦人民同盟以绝对优势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 其党派领导者穆吉布·拉赫曼在议会上提出, 希望东巴能够自治。 但出身西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汉拒绝承认接受这一方案, 为了阻止这一方案, 他宣布解散文官内阁, 并无限期推迟国民议会召开, 还以军警镇压抗议的东巴人民。 面对西巴基斯坦的行为, 在1971年3月, 孟加拉宣布独立, 这对于印度来说无异于是天赐良机。 于是, 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迪夫人 连忙在全世界穿梭游说, 控诉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和暴政, 还声称这样的行为 给印度造成了严重的难民压力。 在对外渲染巴基斯坦暴政的同时, 印度政府也不忘给东巴反抗组织提供武器, 为东巴反抗组织训练军队支持他们的反抗行动, 方便自己后续操作。 在气氛渲染到位了之后, 等到11月, 趁着大学阻断喜马拉雅山通道, 中国绝对没有可能出兵干涉的时机, 印度果断采取行动, 开始了对于巴基斯坦的滋扰。 巴基斯坦不堪骚扰, 在13月3日对印度宣战, 这令印度彻底没有了道义的顾忌, 全面对东巴基斯坦展开了军事行动。 在印度的大兵压境之下, 防御不足的东巴基斯坦军队在16日就宣布对印度投降。 战后, 在印度的要求下, 巴基斯坦被迫释放了穆吉布·拉赫曼, 而穆吉布·拉赫曼回到孟加拉之后, 便在印度的支持之下正式成立了孟加拉国。 穆吉布·拉赫曼在印度的支持之下才得以建国, 他在任期间对印度自然也是比较亲近的。 不过, 由于孟加拉与印度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矛盾, 包括边境冲突、 墙水问题、 宗教矛盾等等, 这些注定了两国之间蜜月期很快就会过去。 因此, 印度还是无法感到安定, 所以他们再度看向了西里古里走廊以北的尼泊尔、 布丹和西金。 这三个国家虽然被印度半包围, 但是另一边也确实与中国接壤, 印度十分担忧他们会和中国搅合到一起, 此前的控制不能够令他们满意和放心。 于是, 他们选出了西金来杀鸡井猴, 希望另外两个国家能够老实一点。 西金曾经是中国的蜀国, 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哪怕印度已经迫使西金成为了自己的被保护国, 印度依然不能对其放心。 于是, 印度在1974年炮制出了1974年宪章, 1975年软禁西金国王, 强迫西金进行全民公投, 最终实现了对于西金的吞并。 虽然印度早早在欧美进行过公关, 并且名义上进行了公投, 但是印度吞并西金的行为, 显然还是会遭到不少人的诟病。 印度为了扩展西里古里走廊, 不惜名誉受损, 也要展开诸多行动, 这样看来, 西里古里走廊的意义确实十分重大。 这看起来, 似乎是在印证西里古里走廊是印度的七寸的说法。 可是事实上, 虽然印度西里古里走廊地区从行政意义上看, 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是, 如果真的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 西里古里走廊的意义, 却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大。 就如同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 西里古里走廊是英国为了给印度买雷而刻意制造的政治划分。 从地理上看, 这里与周边地区是连成一片的平原地带。 然而印度这个国家,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 与西里古里走廊周边的其他国家相比都有极大的优势。 布丹和尼泊尔至今仍然受到印度的软控制, 而孟加拉国虽然没有被印度控制, 可是如果印度打算大兵压境, 孟加拉国的实力是不足以抵抗的。 因此, 在和平时期, 西里古里走廊看起来是一条最狭处只有21公里的软肋,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战争时期, 印度完全有可能不顾及影响, 直接从邻国借到。 如果发展成这种情况, 屯兵西里古里走廊反而会令军队陷入包围之中。 因此, 要说西里古里走廊能够成为印度的死穴, 未免言过其事。 可是, 如果西里古里走廊的意义没有这么重要, 印度对周边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十分敏感, 又要作何解释呢? 在2017年, 中国在东朗地区修建公路, 这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的建设工作, 东朗地区甚至不是争议地带, 按说轮不到别的国家来指手画脚。 然而, 印度却以此为由派出军队越界进入中国, 形成动朗对峙事件。 印度甚至有军方人员对外表态, 军队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 当时国内外的媒体左看右看, 也只能认为印度是觉得西里古里走廊安全受迫。 连印度自己的报纸都对外承认, 这是为了防止公路修成之后, 解放军能够顺利将兵力装备运到有关地区。 难道这些猜测都是错误的吗? 可是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印度为何要对中国的内部建设如此过激反应? 这就要涉及到印度国内真正的问题了。 前面提到过, 印度是一个地区的统称, 是英国强行将其化为了同一个国家。 虽然在反抗英国人这件事情上, 印度民众有共同利益, 但是在独立之后, 矛盾逐渐爆发。 各个民族都不想服从印度中央的管理, 尤其是接触印度文化较晚, 对印度认同度更低的印度东北部地区更是叛乱不断。 最后, 连印度政府都没有办法, 只能和叛乱分子达成妥协, 签订、系隆协定, 情况才有所缓和。 但是, 民族分离主义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存在市场。 就在今年5月, 这里还有发生了一起骚乱, 而印度官员中, 一部分认为这只是民族矛盾, 也有人声称这是恐怖分子在对抗国家。 总之, 印度东北地区对于印度这个国家的认可度有限, 印度当然清楚这其中的危险。 所以, 他们要防范一切可能让这里的人们受到非印度文化影响的可能。 无论是动浪事件, 还是在非法侵占藏男, 印度的行为都包含着这样的小心思。 犀利古里走廊, 虽然在军事上不甚险要, 但是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 确实是印度连接本土与东北地区稳固统治的唯一通道。 因此, 说它是印度的死穴, 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如此。 对于别的国家来说, 军事占领通道的意义不大, 但是对于印度来说, 如果对于通道的统治不当, 导致对东北的文化和政治联系断裂, 印度恐将迎来分裂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